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台第一个依照原住民基本法取得的部落资商同意权开发案 就是花莲县万荣乡的温泉开发区 不过这个计划从104年就提出开发申请 却因为地方公所对相关法令限制经验不足 计划书是屡遭县府退回补件 来来回回多年到现在还无法动工 让当地部落族人觉得相当的夸张 为了了解万荣温泉开发案为何此时无法动工 万荣部落泰鲁格族主任特别前往县议会 邀请县府相关局科司列席说明 为何新班事业计划屡遭退回补件 如果是公所不会办 有没有单位可以进行辅导 我们的县府到底有没有把一些事情做好 厘清跟准备 那这个案子经过了近五年 那新班事业计划到目前都还没有通过 县府这边可以做能够以主动的方式 因为公所有很多比较刚进来的 又刚新接了这个案子的 可能要从头开始 那可以针对就是说公所不足的地方 那是不是县府这边变主动的方式 来告知他们是说要怎么做 沃隆温泉开发案是在104年开始申请 在106年10月通过部落会议同意 但因为属于敏感地区 公所对相关法令限制也经验不足 所以计划属送屡避退 最后错过审查期限 因为前一集因为这个用地跟新班事业计划 确实刚刚我们在简报里看到 花了很辛苦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六次的修正 所以没有能够在前一集完成 所以万荣相公所自己主动 含报县府在报中央 把这个前一集的计划撤销 依照县府资料公所共计 花了32.5个月修正计划书 幸福则是花了5.5个月进行审查 让部落主人感到太夸张 除此之外计划书内部人才赔利周遭删除 搞为公所派员管理 以及违背原刑法的精神 一个那人才赔利的部分 直接删掉变成公所经营管理 然后指派专员那就是BOT 那我想问这个案子 如果是经过部落的资商同意权 他的精神就是要跟部落合作 那这个计划修到后面没有了部落 那他是部落资商同意权 还是公所宣服同意权 先会强调 万人温泉是全国第一个 依照原基法取得部落资商同意权的开发案 中央共补助地方5045万 10%经费则是由公所制筹款 如果确认无需再补件 宣服预计在10月底通过计划书 记得终于华收到